好我們三點打光打完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我們的模型 算圖參數做更進一步的設定 好這就是剛打完光我們的光影的狀況 很明顯影子的細分不太夠 好這裏細分在blender有好幾個地方要設置 一個是整體的細分 在sims這裡sampling 那我們這個地方先不動 我們先把單純光燈光的部分先做好設置 我們先把燈光先關掉幾個燈光先關掉 只留主光方便說明 好影子第一影子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是contact shadow 要把它打開 因為你看像這裡影子它其實不扎實 我們要把contact shadow打開 它影子才會扎實 這是一個預設它沒有開啟 所以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再來 算圖設定 再來是我們一樣講到影子 然後影子 再來是就shadow shadow我們把soft shadow關掉 這裡可以看到很明顯影子 它是有缺角的 它的細分不夠 它的細分不夠 它這裡的細分不夠是影子 這裡的cubesize 這裡的細分不夠 它只有兩個 cubesize跟cash size cubesize是針對大部分的燈的參數 像我們這裡開稿 然後快要提就好了 那 那 cash size 針對的是誰呢 它針對的是太陽 上 你看上 如果燈光模式是太陽的話 還是細分不夠 我們只能 單把cash size開起來 它細分就增加了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的是太陽光的影子 的細分的話 是改這個 那我們目前我們都是area light 所以我們只要改 cubesize這個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確定影子沒有問題 我們再把soft shadow打開 再把high bit depth打開 好 現在的細分不夠 其實主要就是 剩下就是主要就是sampling的部分 sampling 這裡我們把它開到64 太高 Render的話是正式算圖會使用的參數 所以我們viewport 看跨體差不多後 我們正式算圖再把 128 好 這已經應該128就夠了 好 再來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影子跟我們底下的樹幹 已經黏在一起 再來我們把ambient occlusion打開 它可以把影子最深的部分 在這一個區分出來 這是一個很非常重要的一個參數 好 基本在以燈單層數模光影的部分的 設定大約就是這樣 好 我們按這裡 render f12 這個就可以算圖 好 這就是我們算圖出來的 樣子 好 我們可以按image去把它存出去 save us 圖存出來 當然這裡算圖設定 剛才我們燈光有了嗎 算圖設定在 render path這裡 我們可以改我們的尺寸 像我們目前這些就改了方形的尺寸 然後這裡 我可以設一個算圖路徑 可是這裡算路徑你想說按了f12 為什麼會沒反應 他不會存出去 他會 我要自己手動存的 因為這裡的路徑 預設是給動態的 所以Render在Ctrl F12的時候 他才會 讀取這裡的路徑來做儲存 好 這部分就是關於我們光影 的部分